阿沙盛你看那是什么 新北市政府补助孕妇搭成继承车去做产店 新北市领先全国首创的好运专车产检车支补贴 也会有状况发生 让孕妈咪好困扰 别担心透过影片找答案下载我的新北市APP 票券也能够一化 新北市好运专车承车一化支付系统记者会上的一出状况距 新北市长侯友宜以智能城市政策 宣布好消息票券电子化乘车更安心 希望好运的妈妈们记得在搭乘我们的好运专车 你只要用电子支付系统就可以方便 顺利的到指定的医院来做产检 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心的生下快乐的宝贝 怀着第二胎的许妈妈说过去用紙本票券 搭乘计程车申请车支补贴 要写产检医院金额等等的资讯 一不小心忘记带出门或是手上大包小包 真的会有困扰 而今改成了手机下载APP 逼一下便利性大升级 另外也是两个孩子的妈 新北市医院江宜珍 肯定这一项关怀妇女政策 那这样福利呢 其实如果怀孕过的妈妈们都知道 就有时候真的行动不方便 即使想要搭捷运或是搭公车 有时候推挤或是摇摇晃晃 其实对宝宝来说可能都不是很好 妈妈身体可能有时候也是不太舒服 那所以有这样的好运专车 而且又是电子版的 你不用再跑社会局一趟 也不用再跑邮局一趟去邮寄 直接下载APP这样子去申请 我觉得真的是很方便妈妈的一个动作 现在肚子这么大 上下车其实不方便 可是这样子像我就这样扫一下 然后我就可以 就可以做我要做的事情 不然其实还蛮常就会觉得东西好像又要忘记 然后又要写那个纸本 这样子其实有点麻烦 好运专车产检车支补贴改成一化 将会在8月1号启用 初期因上有核发的纸本乘车券 采取票券和电子车券支付系统双轨并行 预计在110年6月后才会全面的使用APP支付系统 数位天空新闻 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